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 太子一打 蔡文姬跳出来了 好 这时候高顺盲狙的是鲁肃 但蔡文姬并没有随便给鲁肃背歌 这做得不错 你腌制鲁肃是什么身份 万一鲁肃中你帮鲁肃背歌 你去哪哭去 看果然鲁肃跳了一忠诚 给刘备补了牌 然后邓爱被换了牌 又鹿腿一红桃 极其的悲剧 好 但这个鲁肃 这个动作过后 估计他的小命 蓝宝 我们是没有逃 我不知道邓爱手上有没有逃 换到刘备手上去了 这双枪的一个决斗 这鲁肃看样子真的要挂了吗 看来真挂了 这是这鲁肃刚刚一条钟就挂了 是吧 这是悲剧 所以说一开始刘备 他盲局赌队了 这个高顺的盲局就赌错了 是吧 有时候好运不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你光靠赌博是很难永远站在胜利的方向的 是吧 你总是有赢有输的 而且很多时候别人说十赌九输 是吧 好 就说邓爱开始压制我们了 我们就悲剧了 在邓爱的眼里是反着影权出来了 我们的身份就基本上是明的了 是吧 好 我们靠着有一个治愈将邓爱给牌压下去了 邓爱他是个手牌柳 没有手牌的邓爱 就是没压到老虎 通过鲁术在死之前的最后贡献 把邓爱的牌给搞光了 好 主攻要我们顺他乐 我们想一想还是输出比较好 在一扫打多的情况下 赶紧输出 这个乐说不定天过了 烈士的时候就要一赢 你怎么才能走好运 是吧 你看 这后就赌对了 这一下子45%的几率被我们撞上了 这刘备一个天过红桃 他这个顺顺我们的扇子 他要去打吃菜吗 或者去打邓爱 你打带子池 你顺我们的扇子干嘛 真是莫名其妙 你把顺带给高顺不就完了吗 高顺也表示很不满 这样就把顺给浪费了 好 这时候我们菊花裸露 又穿着藤甲 就只能指望藤甲 反对方千万不要随便 出什么火杀 甚至古丁刀这类的东西 好 我们高顺拼赢了 可以对香香突突突 赶紧把香香给突下去 如果不突下去的话 香香马上跟泰瓷又回凉血 那我们压力就更大了 好 香香选择了跟邓爱回学 找一个更帅的来发 哎呀 这怕什么来什么 这文静又是一个神陶原 这下子反对方 底细又足了 邓爱又来了一个火杀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下子我们麻烦了 我们只有医血了 赶紧又让邓爱裸奔了 好 这个杀我们只能杀到邓爱 杀一刀之后再开 是吧 肯定是这样 但杀完之后 可能会被杯割 等下又摸两个牌 我们火宫偷看一下太子的底裤 是个桃子 既然是个桃子 那我们干什么呢 开那么怒亲 反正祖宫买血 不开买不开 我们现在只剩一血了 后面的防御就全部交给藤甲了 我说过你赌博不可能永远输 也不可能永远赢 刚才我们火杀 还有反正的桃源 是我们走背运 是吧 现在我们就一血 一个藤甲挂着 你反正再出火杀 我就算你狠 我们就只能 就寒笑而亡 当然不是寒笑而亡 可能是死不瞑目 这种感觉了 好 高顺 看样子他拼谁 他准备点不够大 先杀再拼 太子肯定是拿那张飞桃子 因为那张飞桃是一个狐蟹可击 太子没办法 只能咬牙把A点拿去拼 是吧 这样这一杀还杀不死 高顺再有一杀 太子很有可能就挂了 可惜高顺不给力 就这么没办法了 说他的杀不够 好 想想把我们最后的防御拆掉了 邓爱现在是两张牌 待会再摸两张牌 有一张杀 我们肯定是去了的 高顺 最后手牌 是不是给我们留到桃子里 我们拭目以赖 或者有更好的情况 邓爱直接断杀 这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铁锁是连出去的 还是重铸 我们选择连出去 我们连一选的太子 这是要干嘛 连完之后开南蛮路径 这何必呢 要连就连个孙上香 跟蔡文基或者邓爱 是吧 但也可能我们连这个太子的意思 是让邓爱觉得 我们白费了一张铁锁 说明他逃就不救了 但是这个想法不一定能成 是吧 因为邓爱可以屯田的 有救还是会救的 但是这个南蛮下 我们发现一个麻烦 我们把蔡文基给吃了 从此失去了技能 就只有医学 但是好在 这个收了桑桑牌 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希望 这一个无中生出了南蛮路径 可以说是神牌 哎呀 这个高松果然给我们留了一个桃子 好人 我感动 但是这个桃子 因为我们爆发 用他自己身上去了 苏上香果然也有一个桃子 他当时没有救太子石 想留着 留着救自己吗 不管怎么说 我们把苏上香给放死 把邓爱太子石 跟蔡文基都放死了 这样我们就获取了新的希望 好 这个杀 我们还是决定杀这个顺上香 不杀顺上香 我们顺不到八卦 距离不够 顺上香既然一死 这个八卦就归我们了 哎 结果我们这运气爆表 就来来了一无中 又开出了诸葛连鲁 那这个高顺也就去了 当然我们的杀已经不够多了 就只有一张杀 然后跟刘老板要进入单挑了 虽然吃个单挑 我们失去了技能 已经吃菜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有神装在身 是吧 这有四个装备 又有八卦又有加一码 同时手上还留了两张伞 这个刘备虽然是三血 但是他是零排启动 是吧 所以说这样的 我们这个单挑 明显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这肯定是大大的优势 因为刘备啊 大家可以发现 这种主攻下 这个蔡文基的反贼威力大减 是吧 我们这个内奸吃以菜来 基本上没有心理压力的 反正这个主攻的单挑 就近视白板 然后我们就变成白板 跟他单挑 又怎么样了 我完全我不怕 我有一个网上 有一个高手说 他选蔡文基当反贼 从来不在这种主攻选 要么什么刘备啊 曹丕啊 这种这种主攻 我记得我有 以前很早的一个录像 曹丕主攻 蔡文基反贼 我直接把他吃了 是吧 毫无压力 曹丕本来在后期 这个主攻就没什么困难 同时曹丕的单挑也比较弱 这个内奸吃这个蔡文基 也是毫无压力 相反在什么孙权啊 这个孙策啊 甚至包括左辞中会啊 这种主攻 你选蔡文基反贼 那这个就是有优势了 肯定不会去吃啊 内奸如果吃了菜 跟这些主攻单挑 那是死路一条啊 是吧 然后同时那个主攻 如果吃损失也是非常的大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这种主攻局 选蔡文基反贼啊 是事半功倍的 相反在刘备主攻局 蔡文基反贼的这个 这个断肠的威力 就大大的减小了 虽然杯哥还是有威力的啊 这个断肠 我们基本上就是 感觉啊 这个就是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天头计啊 我们这内奸当吃就吃啊 大很夜夜那个 毫不犹豫 AOE开启 也把你菜文基吃了 我们跟刘备这种 这种人物啊 这种主攻单挑 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就一个白板 就凭着我们身上的这个装备啊 凭着我们这个 这个骑士手牌比里多啊 就慢慢的就把刘备给磨死了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局 寻优类在劣势的情况下 AOE放个不停 吃菜之后 收了一堆牌啊 有牌就有希望啊 很多人总是看技能啊 一天大晚就围着技能 有没有输出 实际上你牌多 什么都有啊 又有输出又有防御 然后我们有很多 那个我们这个爆发 就是在仗着 我们收了这个反贼的牌 虽然失去了技能 就靠着这一堆牌 叉叉叉叉叉啊 连续斩下人头 最后跟主攻进入单挑 然后这个主攻单挑又比较弱 我们顺利的拿下啊 这个今天的第一学 好 第一个内肩是我们这个寻优啊 是控场比较犀利啊 这个技能比较强大的一个内肩 结果变成了一个白板啊 这回我们这个内肩是一个真正的白板啊 在7号位 我们的胃炎 这还有一个新皮肤 我发现这个皮肤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自从皮肤出了很多标凤武将 这个被喜欢 被那个玩家给选择了 我记得这个有人统计过制领房 他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什么制领房的黄月音这么多啊 制领房 大家都是六灯啊 什么VIP期啊 选凉框又多 这个就这个开的将强将又多 怎么老有人喜欢选黄月音这么这么弱的啊 后来大家总结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皮肤美啊 黄月音出了一个美丽的皮肤之后 这个人气大增啊 同样的还有小乔啊 还有那个最近出来的那个鼠香啊 当然这个鼠香的强度是还可以的 我已经多次放过鼠香录像了 他出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丝袜 这个丝袜皮肤 是吧 肯定这个皮肤一出 这个鼠香的人气 肯定是看长啊 毫无疑问看长 好 我们这个标峰类啊 作为坐在七号位 主公一上来两个OE啊 一个蓝蛮一个万剑 这么甩出去了 那个曹聪在这里愉快的称相 已经达到了回合外八排 当然他自己也被打成了一穴 我们不得已掉了一穴 但是我们是一个吸血狂魔啊 掉了穴 不掉穴哪能吸血 是吧 然后又有一个桃子 表示毫无压力 然后二位关羽直接觉醒啊 看他觉醒之后 是打主攻还是打夏家 打夏家就是中啊 霸气盲狙 看他狙对了没有 然后这个曹聪也不敢救啊 毕竟这是盲的 黄盖是中反 都是可以的是吧 这是一个武器的伤害 是两点伤害啊 那个锦囊伤害是不记录次数 所以说关羽是对着黄盖 出了两次杀啊 先出锦囊再出武器 现在是改了 他如果先用那个武器出杀 那个锦囊那个杀 就是不能再出了 这个这个是现在的新规定啊 好 我们看这个黄盖被打成这样 也不敢苦肉啊 挂两个装备 留一排直接过 循玉在这个火上浇油 是吧 在黄盖的伤口上 又撒了一把盐 再开一篮板啊 幸亏我们霸气 手上两个杀 在这个两三次AOG中间 只掉了一血 好 我们国家 八排肯定是有杀的 关羽打了个无限 好 看这个黄盖有没有杀 没杀可能要挂 看曹聪救不救 曹聪表示不救啊 鬼知道你黄盖什么身份啊 好 我们看看这个黄盖 到底是什么身份 谜底要揭开了吗 等哎 反贼啊 我们恭喜关羽 你盲居对了 我们看循玉 这个火宫 应该跳的是忠诚 那后面的反贼 就全部出来了 好 这时候 这个火宫又命中 这个曹聪刚才是称相 是有桃子的 他还是表示不救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知道 因为曹聪可能不知道 国家跟我们魏言 谁是反贼 所以他比较的谨慎 但我们知道 反贼不能再倒了 是吧 赶紧救了这个 这个国家一下 同时国家投桃报李 还了我们两个牌 包括木榴马都还给我们了 这个是非常犀利 好 曹聪看到我们救了国家 他也开始跟着救 是吧 他可能觉得孙努郁 就是中类了 是吧 好 果然曹聪救了国家之后 国家又把牌给了曹聪 我们想着国家 再给我们点牌 该多好 好 但是我们救是没有错的 主动方是明显的优势 因为关羽 他最脆弱 防御力最弱 但是他的位置最安全 然后巡御 虽然只有三血 但是他是零牌 曹锋是比较低的 你要打他的话 他是可以给自己结兵的 当然曹聪居然有捆绑 那就不一样了 看这个巡御 肯定是给自己结三牌 关羽因为觉醒了 只有三上线 给关羽就只能结两牌 这曹聪 这个兵跟乐用的 真是奇霸 他居然兵一个牌多的 乐一个牌少的 这明显应该乐前位的 四牌的主攻 然后兵这个牌少的关羽 肯定是这样的 好 我们看孙努郁 起一个伞 发动他的技能 肯定是要干掉 这个贯师斧 是吧 还好主攻对贯师斧的需求 不是那么大 大不了我们路判一大点 用一个杀无视距离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牌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刚才可惜 把桃子给喂给郭佳了 是吧 自己就无法回到满血 我们猜顺路一下 把自己的身份给跳回来 告诉祖宗方 我们没有瞎搞 场上并没有多一个反 是吧 好 我们把郭佳的一个九 顺过来还是不错的 可以薄一薄 然后就这么过了 反正有解一码 关羽已经不满了 为什么要救国家呢 我们想着怕反贼崩了 毕竟作为内奸还是挺头疼的 朝中明明有桃子 他不救 我们比较纠结 只能救了一下国家 但是救完之后 国家这么多牌启动 希望他不要回复他的状态 不要存太多的牌 否则的话关羽 十六八九要挂 要玩 我们看祖宫有没有桃子 我们是没有的 祖宫是没有的 巡运是有没有 没有 关羽就挂了 是从刚刚的激素局 又进入了六人局 不过六人局 郭佳 看能不能被突破 但是朝中手上有三个 有三个装备 要突破郭佳 没那么简单 但张英彩变态的输出 还是有希望的 刚说他有希望 他怒判一小点 那就没办法了 他现在估计是想输出 这个凉血的这个孙奴玉 把他的血量给压下去 好 这个孙奴玉对这个巡运 发动一个止息 那这样的话 巡运就有了距离 打这个孙奴玉了 是吧 好 他这个铁索被这个无限掉 然后孙奴玉竟然裸奔了 巡运毫不客气 一个杀 想着拍过去 最后一张牌 他也没有选择驱虎 是吧 这时候驱虎的收益比较的小 好 我们看这个曹冲 有神器寒冰剑 来跟这个巡运玩耍 一杀没中 看这个孙奴玉 他估计想控这个巡运的距离 这个杀麻舌毛 我估计是 或者是抢我们的八卦阵 和木鲁玉马 看他是怎么想 他把巡运的这个杀麻舌毛 给扒掉了 觉得我们内奸的八卦阵 没啥抢头 干掉了杀麻舌毛 他就可以安全了 对我们这个止息 我们无所谓 我们反正只有一个决斗 是吧 赶紧把它决一下 曹冲还是不救 这个曹冲比较搞笑 他可能想着 这个曹冲一直是比较诡异的 他可能觉得 送了我们内奸算了 进入五人局 他要把这些装备 那个集中起来 留着保国家 也可能是这么想的 我记得我以前放过 那个反正你谁都想保 结果到最后是一个都保不了 是吧 干脆这个曹冲决定集中精力 就单保这个国家一个 但是现在的曹冲 已经不能跟国家愉快的玩耍了 他保国家只是 防止国家受到伤害 而并不能让国家产生 那个卖血一记的效果 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好 这时候张英才 哎呀 这判了一个两点 又抢过了持久刷武剑 那是可以不停的调戏国家的 先用一个决斗 曹冲保了一保 看他要不要调戏 他反过去调戏曹冲 怕曹冲翻过来 曹冲说来 那我就卖血称相给你看 一称一个酒 你还能把我突破不称 好 张英才不甘心 再继续调戏曹冲一下 曹冲我再卖 又是一个酒 一个桃 我看你服还是不服 张英才说 哎呦 这解服了 你这个正太 称相太猛了 咱先不管 所以说曹冲的削弱 实际上 他削弱是跟他跟机友的配合 实际上对人心 不但没削弱 还是加强了的是吧 哎呦 这徐宇 他赢了之后 他不敢打国家 怕曹冲翻过来 又不敢打曹冲 知道曹冲酒和桃子多 结果干脆就打了主攻一下 这忠诚坑的 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好 我看张英才 要不要爆发一下 把这个国家给干死 曹冲现在身上两个装备 但你再爆发一下 他可以弃白银狮子 用回一滴血 是吧 我看曹冲是怎么搞 曹冲表示没有搞 因为曹冲有两个桃子 是吧 他这个国家 应该不应该散的 让曹冲把桃子给 用在你身上该多好 哎呦 结果你看曹冲桃子 没用出去 这个徐宇 毫不客气 一个乐不世俗 好 曹冲一看 既然我们乐了 那我就不用桃子救了 赶紧弃白银狮子 把自己翻面 把国家给保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古灵刀肯定是爆不了 这个国家的菊花的 千万不要冲动 冲动是魔鬼 是吧 因为有曹冲的存在 他可以防止 在医学的队友的一切伤害 虽然我们古灵刀 九杀三点伤害 也一样会被曹冲给防止 是吧 所以说这事 千万不要随便干 这古灵刀 过拆和铁锁 这四张牌 神牌留着 自然会用上你的时候 是吧 好 这时候曹冲开始准备 把桃子用出去 毕竟他已经被乐不世俗了 国家还在往曹冲身上递牌 这什么意思 难道有无邪可击吗 好 这时候我们只能觉得 他有无邪可击了 是吧 也可能递的是一个装备牌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九杀是有点无厘头了 这个九是白白浪费的 显然张一彩 对曹冲人心的了解 没有我们了解的透彻 是吧 这显然是酒白白的浪费了 好 看曹冲终于没有装备了 是吧 国家就要倒下了 张一彩果然 他的输出超过了 曹冲的防守 认识把国家给突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着 这个祖宗方 现在占据了优势 实际上 你只要你巡律风骚 留的是一张牌 我们马上一个过河拆桥 九铁锁 交作人 是吧 好 好 我们看巡律来了 这一个杀 看曹冲种不种乐 好 曹冲没有无邪 曹冲如果种乐 我们直接一个过河拆桥 铁锁连环 九火杀 交他作人 这个是搞不死的 这家伙有酒 是吧 这徐环何苦呢 你 然后那个徐环认识 不信邪 非要再耗自己一张牌 跟主公一张牌 搞这个被乐不失属的曹冲 当然他可能担心这个乐会添过 是吧 我们肯定是不会管的 你曹冲 你就乖乖的种乐 乖乖的弃牌 然后让哥来收拾你 是吧 那前面这个徐环嘲笑 全场最白板的就是我们魏妍 没错 我就是白板 怎么拉 大家看到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发动过技能没有 没有 是吧 我再次强调技能是牌的最后的 首先是身份 第二是牌 第三才是技能 我们首先利用自己内肩的低嘲讽 同时我们这个白板 在别人眼里都很侵蚀我们 这种情况 获得了低嘲讽 在低嘲讽之后 我们一直在安心的存牌 没有人动我们 甚至孙鲁豫都没有欲望 来动我们的木榴榴马 结果我们藏着了关键的 铁锁连环和过河拆桥 这时候 这个玩牌的能力就体验出来了 我们只要把牌玩的飞起 你们这些技能再强 都是给我们做炮灰 大家看到这把 主动方一上来精确的盲鞠 取得建立了优势 是吧 然后这个曹冲的称相 屌不屌 这个徐环的驱虎劫命 屌不屌 这个关羽甚至他的单技 和陆斩屌不屌 都很屌 就我们是白板 结果 这些这么强的人 打了半天 被我们捡了便宜 跟张一彩进入了单挑 在技能方面 张一彩的单挑技能 是不如我们魏严的 刚刚说我们技能是白板 但是那是在八人局 进入了单挑 我们就不是白板了 同时我们的技能 甚至超过张一彩 圣贤和枪武 在单挑的时候 可惜 同样说了 技能之外 还有牌 张一彩的牌比我们好 这家伙持用放股剑 每次杀都要逼着我们弃牌 同时又有八卦阵 我们就砍不动他 然后又加一码 又有减一码 神装在手 我们就只有一个目榴有码 跟一个古顶刀 只能被动的防御 我们杀都不敢轻易浪费 因为每次他杀我们 就要调戏我们一下 如果把杀浪费了 很容易被他调戏得痛不欲生 你看他每次一杀 我们就要弃一张杀 我们就要找机会 把他这个八卦阵给搞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的出杀了 或者先把他这个持用放股剑搞掉 也可以 毕竟我们这个技能有优势 单挑时候就不要慌 怎么稳妥怎么来 是吧 好 我们以防守为主 看看能不能搞掉他的 先搞掉持用 再搞掉八卦 是吧 好 我们再等等看 看样子这个排运一般 被调戏得痛不欲生 还是没来过拆 我们来顺手都够不着 只能等过拆 结果他把我们的木楼麻给搞去了 结果他的那个排运 目前来说是领先了 是吧 好 我们继续忍受着这个美女的调戏 看着你是美女的份上 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 好 哎呀 这个五谷也是没来 不过终于来了灌尸符 既然来了灌尸符 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灌 好 刚才电脑卡了一下 现在就回来了 这两个人还在单挑 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了 我们靠着一张灌尸符 已经慢慢的把前面的烈士 开始往回扳了 我们被这个调戏剑打得痛不欲生 然后对这个八卦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把杀留着 等他调戏剑的时候来气 是吧 现在终于来了灌尸符 我们就不客气了 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摸桃子的手机 是相当的好 连续在被这个张一彩调戏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桃子伞总能及时的跟上 现在还是满血 而张一彩反而被我们压的只剩一血了 是吧 我们就不客气 一个灌尸符终于将他灌尸 这时候单挑过程中 所以张一彩是有加一码的 所以说整个整局游戏 我们没有发动过技能 这三十三十一分钟二十二轮 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发动技能 就是纯纯净净的 这个白的发亮的 白的像血一样的白板 是吧 魏妍终于获得胜利 对于内奸来说 最重要的是低嘲讽 没人动 可以坐这里安心的存牌 安心的观察局势 所以说这个到底有多少技能 在你的身上 那个最好是隐藏着的东西 你要技能是明着强了 别人都会忌惮你 因为我们没有明着强的技能 所以这个孙奴裕放任 我们有一个目楼有马 都毫不关心 是吧 就让我们把这个目楼有马 一直留到身上 存了关键的铁锁连环 和过河拆桥 这就是内奸获胜 最最重要的地方 是吧 没人打 可以安心续报 观察局势 一击 那个把形势引导上 自己最有力的方向 好 现在来看我们的压轴内奸 看看选择是谁 主攻是孙权 我们选哪个呢 一 二 三 对了 我们选择了三国男神 诸葛亮 诸葛亮自从 现在网络时代发达了 很多人黑 他不是三国的男神 很多人觉得他技模比较弱 打仗比较差 顶多搞搞内政 实际上在三国志的正史的描述中 这家伙无愧为真正的男神 是吧 好 这又是二号位蜀国书上香 就是我讲的新皮肤 这丝袜 相当的迷人 让人看了把持不住 刚才气了杀 应该是跳的是忠诚 这个皮肤出了之后 这个蜀国书上香肯定 他的出场率会大大升高 就像黄月音小乔 他们一样 好了 这个砍书上香的 就应该是第一个手反了 是吧 刚才借徐术是没动 满宠之辈乐了 这个貂蚕 就应该跳了反贼 先灌了书上香一下 耗了书上香的伞 又甩出了万箭齐发 把书上香往死里打 谁说顺全主攻 反贼就要直接推阻的 是明摆的 这把反贼的策略 就是先杀忠诚 是吧 咦 这满总居然连预测 怎么发动 这不知道玩意书 是什么想法 好 但对于内奸来说 看见反贼先忠诚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哎呀 这个成功 又跳一反 哎呦 这真正的成三刀 变成成两刀 是吧 这个名册 这个貂蚕 然后直接出了一个借刀杀人 这个书上香 这一下子 第一回合遭受了这么多 这个反贼的火力输出啊 感觉有点扛不住了啊 这个娇小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要玩 好 我们的寻语终于跳了一中神 这个中神一出来啊 我们作为内奸 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这代表这个祖宗方 十有八九 是不需要啊 我们打太多的攻的啊 孙权加寻语啊 就加上这个孙杨香 虽然快死了 是可以把反贼折腾一下的 好 我们再通过寻语的卖学 让他保一保孙杨香 别让孙杨香死的太快啊 我们先决斗 一定要先决斗 然后再火杀 是吧 如果先火杀了 这个决斗就没法对成功打了 同时我们也是先用铁锁连环啊 铁锁连环第一 决斗第二 火杀第三 这个排序非常的漂亮 好 大家猜一猜 我们为什么没有挂齐龙院刀 而空城你猜对了有奖 是吧 当然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蛮宠啊 有蛮宠 这个魏国的啊 这个这个死敌 在这里 砖破我们这些喜欢鹿菊花的啊 这个武将 是吧 什么我的徒儿姜维啊 然后我们这个空城的诸葛亮啊 什么汉仙帝啊 这些人见了 还有巡忧啊 这些包括后面要出的曹瑞啊 这只要菊花一路啊 这蛮宠一番一个准 是吧 我们就留一张牌 反正我们有一张牌 别人可能也以为我们是是散 也不会动我们 是吧 然后蛮宠如果要翻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轻松的一气 就可以空城了 哎呦 这坑爹的发现 大家打了半天 这个这这孙小枪直接离开了 这么多暴力的牌 就直接气掉了 本来反正是要崩盘的啊 这样这样 我们虽然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暴力牌 反正也没有崩盘 但是这个这个忠诚 孙小枪算是完了 我们刚刚说 本来不需要太多的打工 看样子 现在不打工不行了 那直接人数上就变成了三维四 好在这个三维四 我们只要全力打工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毕竟巡忧跟孙权的这个这个能力 不用多说 好 我们看这个蛮宠 他是怎么搞啊 准备翻巡忧还翻成了 好 但他也没有回复血线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哎呀 不过啊 现在离婚禅 他动起来了 他跟满宠是神组合 虽然离婚禅 这个离婚巡忧 看到能不能打出伤害 他没有打出伤害 他虽然没有打出伤害 他也并不是太亏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动作把自己翻面了 又弃了这么多牌 又没有打出任何实际的伤害 就给巡忧了两张烂牌而已 但是有满宠可以把他翻过来 所以他这么做还是可以的 好 你看这个成功 现在转移目标 没有明测 这个这个貂蝉打巡忧 是因为显然是害怕巡忧的洁命 然后你反贼不敢打 我们内奸来打 是吧 内奸来削弱忠诚 加强主攻 这时候我们留了一个桃 一个青龙月刀 还是依然没有挂青龙月刀 我们怕满宠用基本牌来翻面我们 好 我们看孙权能不能把满宠给搞死 这不搞死的话 这个貂蝉就要被搬过来了 被翻过来了 是吧 好 孙权把藤甲给抢去了 显然他拿藤甲 是为了挡成功的名册的 是吧 藤甲是顽客 这个名册 但是就怕敌人掏出火攻或者火杀来 哎呀 这个我们的巡运美兰子又被热了 这个感觉头疼 哎呀 这一个铁锁连环 如果有火攻火杀的话 估计祖宗方要玩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徐叔 就这么就这么样了 没动了 但是一身神装了 让我们嫉妒无比 看满宠要不要把李文禅给翻过来 看他是怎么考虑 哎 这个满宠不错 哎 我给他一个赞 当然在我们内奸的视角 给他一个赞 在反贼 反贼的视角 显然没有把李文禅翻过来实在是吧 好 好 这时候这个成功开始名册 徐居宗来打我们了 被这个孙权的这个藤甲给挡住了 这个徐叔直接啊 那个实诚的摸张牌 可能想过着什么火杀之类的啊 我们看这牌不错呀 有有顺手欠阳 我们把顺手欠阳给孙权的话 他也用不出去啊 啊 当然我们想自己拉啊 这个无中一开 顺手欠阳就到我们手上啊 我们这个顺能顺啥的啊 先杀这个成功 看反贼方有没有逃得救啊 这是反贼方的第几只球桃啊 忘记了 原来反贼方的桃子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果然看了一下 没啥好顺的啊 只能把顺手欠阳存着了 这时候戒鱼术开始啊 找我们的麻烦了 给了我们一下是吧 好 其实这个 哎 看看这个孙权能不能把 徐居宗给收了 反贼方还有桃子吗 好 烧掉了 烧掉了 我们之后终于喘了一口气 进入了三维三 在人数上 再也没有什么压力了 现在头疼的就是孙权 赶紧得把牌给用出去啊 这个否则 灵魂禅跟蛮宠的组合 是十分让人偷疼的 好 这个蓝蛮下去 将来把牌用的不错了 我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桃子啊 他可能知道这个目楼 189的牌 所以可以安心的 把这个蓝蛮给甩出来啊 要么就他手里有桃子 是吧 果然这一下子 孙权的牌又满了啊 这个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这个牌满了 189不是你的 赶紧能不能用出去 哎呦 用出去了 留了三张牌啊 不过他有这个藤甲啊 然后那个李宏传也没有武器 有可能是问题不大的 是吧 好 虽然问题不大 但是有蛮宠在啊 还是挺头疼的 蛮宠可以把 强行把孙权给翻面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学术用顺的手牌啊 这是这是这 哦 他想杀掉这个群玉啊 所以说不停的在顺 孙权的这个手牌啊 如果要聪明的话 应该把给把孙权的手牌给留着 那是好配合这个李宏传 哎呦 不过这这这这蛮蛮宠 我简直无力吐槽啊 这显然是要不就是他的王比较卡 这这这翻循玉还是翻孙权 基本上都是一翻一个准啊 不知道他为什么卡了啊 好 这个你不过哎呀 不过一定有李宏传的手牌 非常的给力啊 这一下子把我们的桃子给抢了 这个九杀下去 循玉是必死 我们刚刚可以喘一口气 摆脱了这个这个三打四 现在又瞬间变成二打三了 这李宏传这个顺手枪就有点无聊了啊 可能不想还给我们 就把它用掉了啊 顺了我们的武器就还给我们 好 你虽然有个八卦阵啊 我们只要关一张黑就可以对付你 是吧 这个无中生有 咦 这其实可以把这个黑杀放了第五张啊 可以让无中生有吧 多生几个杀出来 毕竟你有青龙月刀啊 是吧 我们当时只选择放了一张黑杀 在第三个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敢随便开无中生有了 只能是先杀 好 这时候我们哎呀 这时候终于全部住牌了 把这个青龙月刀挂起来了 如果蛮宠想翻我的话 那是一翻一个准 好 看看这个蛮宠是把灵魂禅给翻过来 还是把这个我们给翻过去 是吧 哎呦 孙权这一个爆发 可惜 被这个红的啊 这个八卦判红给挡住了 戒鱼术 看看被冰能不能找一张牌 看看他找的是什么牌啊 不知道找想找锦囊 结果找一张闪电 他自己拿是错误的 应该给蛮宠 是吧 蛮宠可以用 这个多的这张闪电 可以五牌启动 可以把灵魂禅翻过来 你看他就用一张牌 把灵魂禅翻过来 如果戒鱼术把那个闪电给他的话 他至少可以用两张牌 把灵魂禅翻过来 是吧 好 这个灵魂禅这一个猜 又被瞬间无限了 这时候他就没有再发动 他的这个这个离魂了 是吧 毕竟现在抢 抢不到太大的收益啊 他如果抢我们 我们是空城 他打不着我们的 他又没有距离 所以他就惹了一把 好 这时候这个 我们又来关他的八卦了 这时候我们又放了两张黑 两张黑 哎呦 我们转移起火 我们要打这个戒鱼术了 是吧 好 看你有没有闪 终于戒鱼术打成了一血 我们终于又有一张 非黑色 非基本牌 当然这黑色无所谓啊 反正是个飞机 就来防这个满宠来翻面的 好 我们看啊 这时候灵魂禅是正面 满宠在那个灵魂禅之前动 他可以用三排或者两排强行 把这个孙权或者诸葛亮给翻了 看他会不会这么这么配合 当然以刚才在前面 这个满宠玩家的料性 十有八九 是没办法玩出这种配合来的 看他要不要这么搞 你看他把他的锦囊就能重铸了 用一张这个基本牌来翻我们 我们留了这个帐毛 什么就起效果了 是吧 当然他加上一张锦囊也是翻不到了 他除非还要加一张武器 才能保证把我们给翻到 是吧 好 就说灵魂禅拿了我们的这个青龙月刀 这下子麻烦了 被他打了两血 是吧 然后他要还了 顺全两张牌 哎呀 我们赶紧 我们已经被打成一血了 这时候反这方 只有戒血术 是一血 灵魂禅是两血 我们已经被控了距离 只有打这个灵魂禅 那只能搏一把了 我们第三张放了这张黑牌 这个九杀 如果没有命中的话 孙权会摸到那张勒布斯鼠 也能再限制反这一次 还是有机会 他如果 我们命中了 勒布斯鼠就被我们拿了 如果被孙权拿 希望他去勒这个蛮宠 是吧 否则的话 他把你灵魂禅翻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 好 我们这个蓝蛮 这个有惊喜 收了灵魂禅之后 又来了蓝蛮 这一下子放出去 赚大了 我们这么多非基本牌 你这个蛮宠想用预测 估计是没戏 再一个火攻 他刚才亮了这个方片 是吧 我们的 他一个黑色的九 一个方片的九 手上两口九 我们这个勒布斯鼠 留着同样的原因 防蛮宠的这个峻型 是吧 我们这个诸葛拉玩家 对这个蛮宠 这个的峻型的 防备心事相当的给力 每次都会留一张非基本牌 以防蛮宠来翻面 好 我们看这个蛮宠 这一仨 孙权刚才过了这么多牌 又气了伞 你一个杀肯定是收不到的 好 想放我们 果然 我们留着这个勒布斯鼠 起效果了 这时候关心 只要两次输出牌 哎呀 要杀来杂 这就是两次输出牌 蛮宠就死定了 一个决斗 一杀 拜拜吧 蛮宠手上肯定是那口九 是吧 刚才已经看过了 蛮宠一拜拜 孙权这个状态 还不是 瞬间被我们成像斩于马下 好 蛮宠倒下了 又来了一个勒布斯鼠 有没有勒布斯鼠 估计孙权都拦 是吧 我们把他勒住 后面就看孙权的造化了 好 看看孙权这个勒 没有添过 好 那他随机的两张牌 不一定有散九头 他气的是一个非基本牌 就说明他手上 不一定有散九头 哎呀 我们就没杀 全部拉下去 就要一张杀 来了 杀 倒了没 好 孙权杀中了 十九八九 命不久矣 总谋溃 是吧 好 这把我们诸葛丞相 相当的发挥 相当的好 在这个二汇忠诚 直接毫无贡献的 离线的情况下 我们以一个劣势局 幸亏这时候 我们不是白板类 是吧 白板类 在这个祖宗方处在 大猎的 大猎势的情况下 还是很难发挥的 这幸亏我们本身 能力强悍 这个玩家在做着防 这个满宠的巨型 这方面做得相当好 同时这个满宠是不合格的 这是好 好基友 当然不是基友 这是好平头 离婚禅就在你下家 他居然没有跟 离婚禅玩的飞起 然后几次错过配合 只有一次 把离婚禅给翻了回来 实在是令反这方汗颜 但是我们作为内奸 就很高兴的笑纳了 这场胜利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